早於六年前的2010年6月13日 日華穆斯經已分享了一系列的 《2012榮耀盼望之馬雅年曆》訊息 當中詳細分享到原來整個宇宙被創造 以至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 整個歷史被創造和存在的目的 都是為了塑造人類的意識 直到有一群被稱為辛苦的基督徒出現 信仰內涵和信心程度 能夠達到與神童創的級數 但是日華穆斯就此作出分析 既然神由上年2015年開始 藉著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 時間中的絕對存在、923的共同信息 及現時分享的聲祭啟示錄第三部分 我們已經發現神是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 帶領日華穆斯和石安教會 這個正正就是馬雅年曆背後的真正意思 因為馬雅年曆本身就是一個時間表 記載整個世界的意識 對比神的一日一夜 世界要經過9個循環的時段 每一個時段有7日6夜共13個階段 每上升一個循環都會超頻20倍 到第9個循環完結了 即2011年10月28日後 人類才會出現一群人 能夠緊貼神的步伐到一個程度 可以與神的步伐同步 跟上神每一日的速度 例如第一循環的細胞時代 神的一日對比一個時段的一日等同12.6億年 即是當時世界的意識要經過12.6億年 才能夠跟上神一日的步伐 到了第二個循環的暴雨類動物時代 當時的世代要經過6400萬年 才能夠追上神經過的一日 如此類推到第7個循環的環球時代 當世代的人需要19.7年 第8個循環需要360日 而最後第9個循環需要20日 才能夠追上神的一日 但是當9個循環完結 就會出現一群可以完全跟上神步伐的人 既然神現在是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 帶領日華牧師和石安教會 就證明我們石安教會 就是世上唯一一群人能夠追上神超頻的節奏 成為可以與神同步與神同創的辛苦 因為石安教會所經過的一日 就等同神的一日 明顯地由1980年 尤華牧師信主 以及1985年石安教會被建立開始 馬眼年曆已經成為與石安教會同步發展的時間表 雖然尤華牧師在馬眼年曆的信息中 發現無論整個宇宙的歷史、地球的歷史 或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 馬眼年曆的準確性都十分驚人 但其實到了第七個循環的尾聲 即1980年尤華牧師信主 和1985年石安教會開始成立後 直到全部九個循環的完結日 即2011年10月28日 世界就開始跟不上馬眼年曆的超頻發展 雖然於第八個時段 即是星際時代 我們仍會發現世界大事與馬眼年曆的步伐是一致 但同樣地,石安教會的發展 亦是一日亦都不偏差地 按照馬眼年曆每一日和每一夜所代表的意義 而發生對應的事件 但到了第九個循環 即2011年2月11日至2011年10月28日 這260日期間 即是每一日或每一夜只有20日時 我們發現世界的發展已經無法與石安教會一樣 出現最後一步超頻20倍的現象 甚至世界所發生的大事 都只是為了配合石安教會的超頻發展而轉動 當時 我們上面得著神阿拉夫塔夫的印證 證明石安教會是天馬座的第四馬騎士 是被提的男孩子 是身父的位分士 我們已經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自從石安教會成立以來 馬眼年曆是完全配合石安教會的發展進程 所以 當時正正在第九個循環 第六日復興期的2011年9月18日 於當天主日信息中播放了精華短片 《馬眼年曆第九循環宇宙時代應驗篇》 詳細分析石安教會是如何準確地 應驗馬眼年曆第九個循環所預測的步伐 而到達第六日 這段精華短片正正是當年2011年製作 現在就讓我們重溫當中部分的內容 日華牧師曾經在2012榮耀盼望之 《馬眼年曆》的信息裡分享到 《馬眼年曆》是記載在神創造宇宙的時間表 藉此清楚說明神創造的目的 是為了建立一群神的宗旨 能夠在泳行裡與神同行 同掌王拳 事實上 整個人類歷史所發生的每件大事 都是按著這個時間表去發展 《馬眼年曆》 將整個宇宙的歷史分為九個循環 而每星一個循環都比上一個循環超頻20倍 而每一個循環又分為七日六夜合共十三個階段 當進到新的一個循環之前 又會有一段時間稱為韻養期 踏入2010年11月2日 人類歷史已經進到《馬眼年曆》的最後一個循環 就是第九個循環的宇宙時代 與神同創期 現在我們就一起回顧過去 從世界從石安教會 在宇宙時代所發生的大事 在下馬眼年曆 如何準確地預計當中所發生的時間呢? 2010年11月3日至2011年2月10日 就是第九個循環 韻養期 韻養期所發生的事件 其實是隨後第九個時段 將會發生的事件的前瞻 首先在大自然界 在韻養期開始的時候發生了動物群死事件 而在往後的第九個循環時段 亦陸續出現動物群死事件 而且不斷擴大 încasell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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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在政治舞台上,中东回教国家在蕴养期开始的时候出现震惊世界的莫里花革命。 而在往后的第九个循环时段里,莫里花革命也不断扩大,几乎到所有中东回教国家。 而社安教会总在第八个循环的时段,尤华牧师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海外报道会里, 开始使用抗位的行神迹方法,而进到现今第九个循环的蕴养期, 却是出现超频二十倍的现象,就是在每一个家序都开始使用抗位的行神迹方法, 令到每一晚的家序成为神迹报道的聚会。 而社安教会另一个第八个时段的超频事件,就是开始进入互联网世界, 包括石安日报、星桑Science、策略区forum、家序forum和石安日报web2.0。 而forum区也是成为教会弟兄姊妹133同心分享沟通的主要工具。 而当进入第九个循环的蕴养期,再次超频二十倍的前瞻性工具开始出现, 就是各种智能电话上使用群组通讯软件的pods, 当中包括pingchat、textme和whatsapp等等。 2011年2月11日至2011年3月2日,就是第九个循环的第一日, 即是开始、创始、发起期。 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刚踏进的第一日,即是2月11日当日, 因着莫里花革命、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落台。 马亚年历的经人准确程度,在此可见一斑。 及至2月15日,利比亚亦随即爆发内战, 是另一个中东战乱的重要起始点。 在石安教会里面,策略区Crossover电影部制作2012感人短篇, 亦是在创始期里面,即是2月26日正式在各大forum发布, 开启了全石安教会在整个宇宙时段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侍奉纲位。 另外,Beluga,在创始期开始被石安弟兄姊妹广泛使用。 而这个软件亦成为石安教会在宇宙时代里面, 最重要的新一代133沟通平台之一。 到了第一夜,即是2011年3月3日至2011年3月22日, 进入活化期。 311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啸无言而知, 加上312福岛核电厂爆炸核涉事件, 令世人经各圣经所提及的世界末日并非神话, 却是有可能发生的事实。 而世上所有警醒的教会和基督徒 亦开始活化圣经中有关末世的经文, 尤其是以圣祭的原则, 来解释启示录12章的启示,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亦因为日本311大地震, 揭发了Alanin和地球太阳连珠, 而引发地震的真相。 石安教会亦在活化期内, 制作筹备2012感人短篇的工作, 如火如荼的进行。 各大forum进行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招募和训练。 到了第二日, 即是2011年3月23日至2011年4月11日, 进入扩张、扩展、扩大、膨胀期。 这个期间, 日本福岛核电厂的洩漏事件不断扩大。 4月2日, 福岛核电站2号机组的反应楼积水、 混凝土通道出现了裂缝。 含高浓度辐射物质的水, 从通道裂缝滲出流入海洋, 造成海洋严重污染。 另一方面, 在扩展期内的4月10日, 石安教会举行至2010年8月以来, 首次全教会圣主日街头报道, 同心扩展天国, 仍然在扩展期内扩展福音的工作。 在4月5日, 2012感人短篇进行试拍, 全教会一同踏出拍摄的一大步。 在这个扩展期内, 亦因为在石安教会旧有流行的POS软件, 例如Tax.me, 出现严重的技术问题。 一时之间, 极大部分使用POS软件的弟兄姊妹, 在短短一两个星期内, 转用Deluga, 使用人数大大膨胀, 成为石安教会计forum之后, 超频20倍的新一代133溝通工具。 到了第二夜, 即是2011年4月12日至2011年5月1日, 进入联系关联期。 在联系关联期内, 因为发现随星Alanin, 和地球太阳连珠, 而引发日本311大地震, 以及312福岛核电厂爆炸, 引发全球性辐射污染事件。 尤华牧师随即在4月30日, 举行全职讲座, 一次过联系全教会的全职, 交代事件的严重性。 而亦在这个联系关联期内的5月1日, 主日开始播放一系列的问答篇。 尤华牧师回答策略家和资料源, 有关主日信息的问题, 令到全教会的弟兄姊妹, 更加能够与神启示给教会的信息产生联系, 不至指上谈兵, 更加明白和实行信息当中的智慧。 另一方面, 在这个联系关联期内, 全教会一同为2012感人短篇, 进行了为期数日的拍摄, 尽情体验联系、关联, 彼此在紧密的联系下, 同身为到福音短篇倾尽全力。 到了第三日, 即是2011年5月2日至2011年5月21日, 进入抛纳, 使船停泊, 固定, 系住期。 在踏入固定期的第一日, 即是5月2日, 美国立即宣布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击毙, 正好应验了马亚年曆第三日港及, 停泊、固定, 而911事件的剧情亦告一段落。 另一方面, 石安教会亦在5月2日, 完成2012感人短篇最后主力拍摄日, 亦应验了马亚年曆第三日港及的 停泊固定的意思。 到了第三日, 2011年5月22日至2011年6月10日, 进入应用期。 在6月5日的应用期里面, 主日信息开始播放早前举行的全职讲作, 令到全教会一同开始为各种可能出现的灾难作出准备和应用, 而且切实执行所学习的真理。 在世界大事件方面, 在5月23日, 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 5万多人口的小城贾普林遭受全美国50多年以来威力最强的龙卷风重创, 亦令到美国人进入紧急灾难应变的状态, 需要应用以往所预备的灾难演习知识。 到了第四日, 2011年6月11日至2011年6月30日, 进入地基基础期。 而在这个时期里面, 2012感人短片已经完成拍摄了。 在6月12日的主日之后, 举行了2012感人短片颁奖典礼, 以表扬一群为短片拍摄而尽心尽力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 而在地基基础期里面的6月19日, 2012感人短片的首出《推销完之死》末世版, 正式公开播映。 为2012感人短片, 连续14个星期的播放打好基础。 到了第四日, 2011年7月1日至2011年7月20日, 进入构造、组织期。 而构造组织期里面, 教会进行了一系列有组织的全体行动, 包括在7月7日策略区正式发布 2012感人短片推上置顶行动。 策动全教会一同有组织的, 将2012感人短片推上网上流行短片网站置顶的位置, 务求令更多人认识2012信息。 而另一方面, 在构造组织期里面。 在7月8日的晚上, 全教会首次发出海啸警告SMS测试, 而全体弟兄姊妹都热心上网回应。 另外在7月13日, 石安教会为到回应传媒, 立即在24小时之内同心制作短片。 石安教会反击一周刊乱语报导, 并且在网上发布, 事件可见石安教会的组织能力过人。 而各个弟兄姊妹也热烈地就事件作出积极的回应。 到了第五日, 2011年7月21日至2011年8月9日, 踏入更高意识期。 日华牧师已经早在马眼年历的信息分享过, 当踏入马眼年历的第五日, 就是代表上一个循环所带来的20倍超频已经加速到极限, 而必须进到另一个更高的波段才可以再次超频加速, 就像汽车一样。 刚好, 这个时段里面的7月21日, 美国太空穿梭机, 雅特兰蒂斯号太空船在甘纳迪太空中心着陆, 标志着为其30年的穿梭机项目正式结束, 验验了更高意识期所代表的极限。 另一方面, 在8月5日, 标准普尔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从AAA下调到AA加, 这是美国史上首次失去AAA信用评级, 标志着美国的经济模式发展到了极限, 若果再不作出改变的话, 必然开始倒退。 另一方面, 在7月23至7月31日的主日信息, 连续两个星期分享 Webbot5月及7月的预测篇, 令到教会弟兄姊妹进入一个更高的意识, 得知世界在2012年来临之前, 将会有各种的发展方向, 预备好为下一个将会出现的招贫, 作好准备。 当踏入更高意识期, 教会亦在7月21日的晚上, 进行首次灾难演习, 试验集体, 召唤的士到集合点。 而且亦在这段时段里, 各个家序亦各自藉着内地一日游的旅行团方式, 参观各个内地逃难求生集合点。 两件事件, 皆是提高了弟兄姊妹的逃难意识。 另一方面, 在更高意识期的最后一日, 8月9日, 合考SyanDaily推出Apps命名大行动, 让大兄姊妹一同为将要推出石安自家制的Post软件命名, 为下一代给Forum超频20倍的新形式沟通工具打开序幕。 到了第五夜, 2011年8月10日至2011年8月29日, 进入死亡期。 死亡期是标志着上一个循环的主力会步入死亡。 在这个时段, 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 8月10日, 苹果公司的市值在当日正式超过石油巨头, 成为全世界最具价值的公司, 旧有世界的传统力量被新一代所取替。 与此同时, 在上一个时段, 令到苹果公司冒起的CEO乔布斯, 却是在8月25日宣布辞职, 由他的副手傅克接任, 验验了马亚年历的死亡期。 在教会方面, 8月14日的主日, 播放短片, 电影《Deep Impact》与Alanin的惊人巧合。 因着短片内容指出, 瑞星Honda会在8月15日下午最接近地球, 有可能造成危险。 所以, 鼓励全教会在8月15日上山或到内地, 作图案的演习。 而亦在死亡期内的8月19日, 教会再次举行全职讲座, 更加恰巧地, 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为题。 又说穆斯分享影子政府是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因。 同样, 本来预计连续14个主日播放的2012感人短片, 其中的一出, 直直直布罗陀, 却是因为技术问题, 不能预期在8月14日播出, 亦现了马亚年历的死亡期。 但有趣的是, 原定在当日播放的2012感人短片的数日之后, 即是8月23日, 美国东岸的维珍尼亚州就发生了一个5.9级地震, 震惊当地的居民。 因为这次地震是当地114年以来最强烈的地震。 而原定在当日播放的2012感人短片, 内容已经一早涉及, 其中却是有提到维珍尼亚州。 到了第六日, 2011年8月30日至2011年9月18日, 进到复兴期。 在对上一个循环的复兴期, 神藉着先知Bob Jones 给石安教会一个新的方向。 異仗里面, 先知看到将会有一群人 能够赶得上一班荣耀列车, 而时间就是2012年。 当进到金国循环的复兴期, 就是现时这个时段。 全教会正是为到可能在9月27至29日, 因为彗星Alanin和地球太阳成为一直线, 而出现的大地震和海啸, 以及黑暗之灾, 正是如火如荼的作出准备, 为的就是赶上这班荣耀列车。 其实,按照以色列的犹太年历计算, 第九个循环的复兴期, 已经踏入犹太人的5772年, 即是2012年。 那我们会不会在这个时段, 打开那个在荣耀列车议仗里面 所提到的时间錦囊呢? 而当中所藏着的, 是不是就是被提的时间呢? 到了2011年11月6日的主日讯息, 当晚眼年曆所有循环都完结了, 亦播出另一个精华短片, 名为晚眼年曆第九循环之完成。 提及石安教会于第九个循环中, 所使用超频20倍的133群组手机应用程式工具Beluga, 竟然正正就是第九个循环的终结日, 也就是晚眼年曆九个循环的最后一日, 2011年10月28日, Beluga的母公司Facebook就宣布, Beluga的服务将于2011年11月11日正式关闭。 这个软件可以说是完成了在石安教会于第九个循环所担当的角色, 合考又应验了晚眼年曆的完成, 现在就让我们重温精华短片的部分内容。 另一个例子, 石安教会在第八个循环的时段中, 使用网上讨论区Forum, 作为教会内部最重要的沟通工具, 正好应验了晚眼年曆所说, 每一个循环都比上一个循环超频20倍的预测, 及至到达第九个循环宇宙时代, 即是由2010年11月3日开始, 石安教会内部的沟通工具, 再比以前超频20倍, 在配合iPhone等各种智能电话的Apps, 提供即时网络群组通讯的Ports, 软件, 英文移生, 例如PinkJack, TextMe, Vlogger, 和CarcoTalk等等。 而最终, Vlogger还成为我们教会最主力的应用软件。 然而, 当第九个循环推进到完成期, 而完成期, 完结的日期, 就是2011年10月28日, 这个正正是美国时间当日, Vlogger的母公司Facebook宣布, Vlogger服务将会在2011年11月11日正式关闭。 可以说, 这个软件正完成了它在石安教会内第九个循环所担当的角色, 恰巧又应验了晚眼年曆的完成。 但有趣地,Vlogger的意思就是瓊鱼, 而天上88宫中, 唯一一个代表瓊鱼的星座就是海怪座, 又称瓊鱼座。 于希臘神话中, 瓊鱼座就代表泰坦神的巨型海怪, 瓊鱼座的面积于天上88个星座中排第四, 正好代表启示录和诞尔里舒提及的第四兽, 而第四兽就是由十皇所掌权。 然而, 如果当年2011年, 没有Beluga群组通讯软件的出现, 就不会诞生石安教会自行编写的群组通讯软件 Saint Calling。 因为当时教会的电脑部, 无论功能、外观和使用方式, 都是以Beluga为仿效对象。 希望自行编写出一个有如Beluga, 甚或比Beluga更优胜, 更适合石安教会内部使用的群组软件。 所以,明显地Beluga这一只鲸鱼仔是一个活剧, 正好代表鲸鱼座的第四兽十皇, 一直在暗地里面为末后的辛苦搭建历史舞台, 以及所需用的工具。 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Beluga, 亦藉此软件引动我们自行研发今天的Saint Calling。 并且在两星期前的主日, 即是2016年5月29日, 教会电脑部于主日后, 即时发布Saint Calling有史以来最大改动和改善的4.0版本, 正好对比以上提到第四兽的数字。 所以,和以上证据我们可以得知, 这个3D立体曼雅年曆所说的9个超频循环, 其实是为到在最后顶尖的第七、八、九个循环中 出现的新呼吸教会石安教会而制造。 并且美国一元纸闭上的金字塔, 就是说到马雅年曆最后三个循环的时间表。 由第七个循环, 美国1776年立国开始, 及至今日2016年石安教会 发现自己的身份为止。 然而, 藉着美国5月花号的4794拉线, 印证石安教会完成马雅年曆超频的4794拉线。 这里再一次是双重印证, 马雅年曆是为到辛苦的出现而创造的时间表。 因为马雅年曆就是说到世界由开始至终结的Aletab。 然而, 神就是在今时今日借着众多超然的印证, 证明石安教会就是拥有Aletab的启示和印证。 所以, 过去发生在石安教会内的一切所谓美丽误会。 例如, 千年重的预备, 2011年9月大旅行, 2013年5月大度假等等的事件中, 虽然当时并没有发生预计的灾难, 但这些事件却完全配合马雅年曆每一个时段的发展。 所以, 其实这个比我们原先预计的结果更有意义和更美丽。 因为, 原来这个是辛苦被塑造的必经阶段和过程。 而现今对石安教会一日也不偏差的Aletab级数印证, 就完全证明这一点。 虽然, 一般人都以为马雅年曆和其他年曆的最大分别, 在于马雅年曆有一个好像奇异点, 犯中归一的完结日。 所以, 一般都以为马雅年曆是讲到世界末日的时间表。 但是, 我们现在知道, 马雅年曆的确是讲及世界的终结。 这个无论对世人和石安教会来说, 都经历了这个美丽误会。 唯有经过了最后三个循环, 而完全赶上最后第九循环超频成长的石安教会, 才得到神的Aletab印证, 得着辛苦的位分就是Tab的完成。 而且, 这个才是马雅年曆唯一所代表的意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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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揭着老板一周座, 我先揭着老板一周座,